现在是2022年的2月11号下午 我在新加坡圣港CC 给一个印度的朋友来打针 前面的背影就是我的印度朋友 然后我们现在刚刚到外面的检查 所以现在需要等低到两个小时 大家好 我们知道在新加坡这么一个只有500多万人的国家 这么一个相对人口非常少的国家 每天有一万多人确诊新冠肺炎 差不多就是五百分之一 这个比例很高了 但是社会依然非常稳定 丝毫看不到抢购 更看不到混乱 当然物价是稍稍起了一点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新加坡在抗击肺炎中 关于打疫苗的这些事 虽然只是在圣港CC排队 但从中多也算作是亏一般已见全报吧 其实说到新冠肺炎 我们频道的老观众知道 早在去年年底 我就因为得了新冠肺炎 在成都深住了四天 也恰恰是因为这四天 让我下定决心做这个频道 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12月份 新冠肺炎刚刚有的时候 全世界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多多少少显得有一些忙乱和手足无措 但是这两年下来虽然病情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还是有很多不流畅 但是我看到在新加坡相对已经变得很平静 这个防疫工作已经做得非常从容不迫了 我把它总结为14个字 为什么说是严谨规范 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小册子 这是我打完第一针的时候所领取的 无论是什么种族 都会有相应的文字 相应语言的服务人员 来指导你走完排队 验证身份 打针 等候观察 直至最后再次确认这一整个流程 当你临走的时候还有小礼品相赠 全过程非常井然有序 至于尊重和平等 在新加坡更是一如既往的一贯而为之的如此 在这里与您的种族收入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你是年老体弱的 或者是行动不变的 工作人员还会给你积极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你会时刻听到 诸如请谢谢不客气欢迎这样的字眼 我们讲这不就是在我们小时候所说的那些文明礼貌的用语吧 虽然这次我只是陪我那个朋友过来 但是工作人员同样非常友善 他会告诉我在等候区是可以陪同的 但只有一个人陪同 如果等打完针到了观测区 陪同人员就只好在门口外面的地方站在等了 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和规范流程的操作手段 我们说在新加坡在打疫苗这一件小事情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景安有序 可以看到和谐相处 我们的节目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希望镜头前的每一位朋友面对新冠肺炎的疫情 都可以有平安健康稳定的环境 谢谢再见